叫Daniel 来做访问的时候 就跟他讲什么要聊什么话题 然后其实因为你的YouTube频道也是 也是会做类似的这样的 我不知道你的视频几时出 但就是我怕如果你做了我的内容的话 我就直接skip掉那个问题 我由头skip到 所以接下来的视频三秒搞定 3 2 1 拜拜 哈啰我们欢迎Daniel 哇这个开场反复可以 我的名字叫Daniel 黄珍 哈啰 如果我们在访问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准备一些快快答问题给你 哇 这样快就进入了啊 你最近重复听的一首歌什么歌 Blackpink的巴拉兵巴拉蹦 How you like that 啊 你最喜欢 一定是跟Pink的话偶像团体 欣赏还是喜欢 喜欢 喜欢的啊 不要Blackpink还是真的就Blackpink 这样你欣赏了叻 欣赏的话我是喜欢Basics 如果我给你选择的话 每天从Foods可以吃一样东西 你会选什么 炸鸡腿 炸盖杯 我同学说 哇 你回来Milaysia之后你有发福 有欸 因为我其实是认识你过后 才去看那个创造影的 然后就看到 哇那个脸尖刀 就是我会掉去那个桌子 那个桌子就有一个洞了 你喜欢火锅还是想吃烤肉 烤肉 你选到B掌心还是选Doraemon Doraemon 李彥均还是选U掌镜 哇 我会选U掌镜吧 因为 因为他真的是很 OK 我不是讲李彥均没有才华啊 大家不要喷我啊 反正是 我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如果是想跳舞的话 当然是会选李彥均啊 但如果是想唱歌方面的话 我会选U掌镜 选U掌镜还是喊出我的名字 两个都不要 因为这两个都是我的一个黑历史 哈哈 我两个都不选 为什么是你的黑历史呢 没有啊 就是 一轮游 没有什么好讲的 一讲到这两首歌 这个创造影的歌曲 我就不要 我还是比较喜欢我唱的那个王子的心意 我一开始知道你是因为通过勾宣的周末节目 那是做周末DJ 然后你是因为什么机会能够进入勾宣去当周末DJ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靠朋友 因为那当时候他们勾宣刚刚开始的时候 也没有去做特别要找勾宣DJ 就是weekend的 然后刚好我认识的朋友 Chris的月尾 他就说 诶其实我个朋友可以介绍 就这样进去 哦 嗯 这你是在当DJ的途中 就听到说有香蕉娱乐会在Meshire招募练习手 啊 然后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想过要去的 然后是因为他们的负责人刚好有经过那边 然后看到我 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去试一下 然后我就讲ok我去试一下 然后就这样开始 随时去逛街 然后被招去 不是 是他负责人去到购宣的那个电台那边 哦 然后看到我就问我不要去去 就在明天 这样 嗯 我当时候的心情就是我去玩 玩罢了 就是去 因为我也没有特别的准备 就是他讲要去跳舞 要去唱歌 当时候我除了唱歌之外 就还是唱歌 我完全是不会跳舞的 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就只是琴唱还有就是Rap 我记得一开始你们是有一起去的 可是到最后能够在一些比赛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场合看到的就只有这几位练习生 像其他的跟你一起同行的那些人 有你在讲马来西亚的还是中国 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 他们就回来马来西亚了咯 就是他有淘汰制这样子 啊 就是去到中国那边他们还有选 就是每个州或者每个国家选到的在淘汰他们想要的 那时候因为在练习生了 然后你是怎样知道自己会被选去参加创造影 还是因为什么机遇之下会需要参加创造影 面试哦 就是他们会拍他们的人去面试的嘛 然后选中了就选中 在进创造影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大家都看起来好像一样的嘛 你这样你会背心一个想法就是说 可能他的名次会比较靠前 然后可能我自己的名次大概是什么阶段这样子 你知道每个练习生去到创造影的这种舞台 或者是去到那种综艺节目的话 都是想到自己一定会出道 没有更是不想出道然后去那边挡玩的嘛 所以我们去到的话 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出道 所以我们没有想到哇 他名字一定会靠前啊 还是他名字一定会靠后 因为去到里面的话全部都是平等的 我们不会讲哇 因为哇有都真难哦 然后就要蹦他上整台 所以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在里面的嘛 这样第一次公布名次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自己的名次会是在那个位置 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 因为在里面的话会有很多东西发生啦 比如说你都知道有时候有些人没有镜头的话就是没有镜头 比起其他东西像 哼当时候我跟你讲我一进去的时候 我以为我Vocal又最强啊 我以为我舞台表现力又最强啊 一进到去我跟你讲一定会以为自己什么都很强的 然后直到你看到 诶为什么那个人这么多时间 叫过去拍摄你一直躺在床上很多时间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自我怀疑了 但当时候我进去是因为 我对我自己Vocal还蛮有信心的 然后呃 舞台表现力也是蛮有信心的 只是说可能天时地利人和最后那个人和没有和到 就是可能导演就是觉得我不过帅啊 还是哈哈哈哈 我怕得罪导演 sorry导演 sorry 我喝水 哈哈哈哈 这样如果在创造语里面啦 你是可以选择团圆成立一个组 你会选择谁 其实我很多都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 哈哈哈哈哈哈 ok啊等我想一下啊 如果一定要选的话啦 出道的可以再选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我觉得周振南哦 周振南 周振南一定要选 因为你不要看他好像就是身高没有这么高哦 但是他唱出那个 那个歌啊或者是舞台张力的话 就是真的是比一个180的人还不高 他的那种 他的舞台的气场太高 然后如果另外一个的话 如果我相信很多人也没有关注到他 他是叫做人士豪 因为人士豪在里面 他本来是开始是一个抖音 网红 然后直到在里面的时候 我真心觉得他的性格太讨戏了 然后很多人说他来长相 长得很像 tasky 但我觉得还好啦他是一个又帅又有性格的人 然后就是我们这三个就多 我 人士豪跟周振南 perfect 过后你就一个人回去了是吗 还是在那边有待好长一段时间 其实还有啊 还有待差不多半年多这样的时间 然后才回来 嗯 你是 是不是好像有差不多有接到CG的 遥约之类的是吗 啊啊啊 当时候是有 不过就是 呃 因为我们去面的话是 面 不是我一个人 就是还有几个人去面的 只是可能当时候有一个是比较出道的 出道的 所以就是他选的他没有选的我 那因为你有什么想法突然间萌生 要回回来美式的发展 其实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我有在白色 哈哈哈哈 我不懂哦 我是一个很感 很跟我自己感觉走的人的 然后当时候 呃 已经有很多东西 我觉得去到了一个点是我觉得 不是我想要走的方向 应该这么说吧 因为我感觉跟我讲我要回来马来西亚 所以我就回来了 哦 在未来你希望自己还会重回唱歌这一方面的 唱歌这方面的发展 发展 其实我一路以来都是很喜欢唱歌的 我以前以前小小开始都在重疗房里面 就是当自己就是哇小镜藤啊 林优佳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放弃吧 因为至少现在 我觉得现在好的是因为有很多网络的平台 如果我自己想出歌的话 其实我只要有钱 我都可以出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啊 我觉得我接下来的 如果我是有了很多金主爸爸 sponsor 我的话 我会出一个比较pop rock的歌曲啊 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东西 除了歌唱之外 你对戏剧有想要的戏剧发展吗 其实我跟你讲哦 很多偶像或者是明星的话 都是我想往戏剧去发展的 因为戏剧的话其实才是最赚钱的 你看王一博 你看小战 因为戏剧的话 它真正可以吸引到的粉丝群 是很多的 因为唱歌它不是一直有平台 就好像说你不意思 不是每个月都有创造一家大舞台 跟你去唱歌的嘛 所以如果戏剧的话 我没有试过这方面的东西 但如果有机会的话 Why not 你们可以赚钱吗 这样我就可以满名牌包 这样如果你演戏的话 你最想和谁演对手势 如果是讲国际性的话 我应该会想要跟Blackpink的Lisa 因为Blackpink的Lisa 她绝对是我老婆 我不管怎样 总有一天她会成为我的老婆 我不管 如果不可以的话 就在戏剧里面演我的女朋友也好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她了 我的天 对 因为我看你的Instagram的介绍 就是有什么 创造营啊 Santy Gwettel 骑神啊 My DJ 然后最后一个竟然是 Yes Disa是我 很欣赏的女人 我真的太欣赏她了 这样我还问的 大致上都问完了 我们再次感谢Daniel 抽出了宝贵的时间来到这里 虽然旁边很尴尬 我相信下一次就更好了 虽然没有 不一定有下一次 我就看我不想换 她会怎样接 我就加off the camera OK 拜拜 下次不见了 下次不见了 其实我粉丝觉得 对我做过最温馨的就是 她会送卡片给我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 你还能收到卡片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收线 真的是她做个卡片 然后手写里面 就是不管是 她看到你在网上 可能受了什么委屈啊 或者是看到 好像今天我们访问这个尴尬 是不是 她可能就会拿个卡片 哎 千万别尴尬 我觉得收到这种东西的话 比我收到一个名牌包包 或者什么 我会更加喜欢 如果你又送名牌包 又送我卡片的话 我会更加喜欢 嗯